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开幕了,作为一名体育爱好者更是翘首以盼,而在这项国际盛事开幕的时候,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引起了大家的注意,那就是一名西班牙记者的背包,竟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官方纪念款,而且已经使用了整整16年,背包依然是那么好看,那么结实,这让很多网友都忍不住感叹,原来中国的东西真的是越来越好了。 这位记者直呼,北京奥运背包史上最强,这个书包很好,它从2008年开始用,已经用了16年了,有网友谈到这个背包是详星相包,快要破产了,查下了资料,并不是网上说的那样,现在这家公司还是正常在经营的,同样没想到的是,这件事情居然让详星相包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网红。 不仅仅是国内的网友,就连国外的友人都对详星相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到详星相包,想要了解这个背包还有其他的产品。 这边建议详星相包连夜召回下岗,退休职工,毕竟65岁正是奋斗的年纪,把机器干冒烟。 这颇天的富贵接住了,大家可真别小瞧这款背包,似乎在大部分国际综合性运动会中都能找到08年北京奥运会背包的身影。 其实,在昨天也有网友说,他在法国等公交车的时候和同事看到了一群外国记者聊天,仔细一看,一个记者背的是北京奥运会发的背包。 我问他能不能接受采访说几句,他说他很害羞,但是这次他接受,因为真的想表达一下。 他后来说,他们团队的这几个人当时是一起去的北京参加的奥运报道。 16年过去了,他们还在一起报道巴黎奥运会。 包没老,人先老了。 2010年南非世界杯期间,新华社记者去南非采访时背着这款背包,到现场后发现北京奥运会的背包屡见不鲜,为了和其他记者的背包区分开,他们还特地在标志处插上了五毛人民币。 2016年奥运会上,北京日报的记者也见到不少外国同行背着这款包。 同行们夸赞2008年北京奥运会媒体包是最好的,最实用的,最结实的媒体包。 东京奥运会上,有一位伊朗记者坦言自己每逢大赛都背着它。 算上东京奥运会,我参加过四届奥运会的采访报道,每一次都会背着北京的媒体包,因为它的质量非常好,它是专门为职业摄影师设计的。 同样在东京奥运会上,来自西班牙的记者费南多表示,他和伊朗记者一样,也是背着这个包去了伦敦,李约又背到了东京。 尽管他的包上已经有一些磨损,但是看起来还不算太久。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不到一个月后,媒体中心就出现了多位记者背着08年北京奥运会媒体包。 他们背着08年的背包前来,又背走了22年新的北京冬奥会背包。 对此,有网友戏称,你们又来免费续包了。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后,一名正在进行媒体信息登记的外国记者被拍到,背着的正是北京奥运会媒体包。 2024年江源道东京奥会上,一位名叫罗伯托的记者仍背着08年北京奥运会的媒体包。 他对这款背包的质量赞不绝口,称这背包不仅好用,还承载了他在北京奥运会上难忘的采访体验,以后我还会带着他继续旅行。 如今看到北京奥运会的背包再次出现在巴黎街头上,网友们也是纷纷表示,你的背包又又又出现了。 这就是中国制造,太耐用了吧。 更有网友称,我一直在等这条新闻,不只是背包,连北京奥运会的奖牌质量也是让全世界都赞叹不已的。 有个有趣的故事,2008年北京奥运会体操团体赛拿了金牌的俄罗斯艺术体操明星达里亚,他家后来不小心着火了,家里被烧得乱七八糟。 但你猜怎么着?他那枚珍贵的金香玉奖牌居然一点事都没有,连奖牌上的袋子都好好的,完全没烧着。 虽然不像背包和奖牌那样被广泛报道,奥运会官方提供的运动服、队服等,因为舒适性和耐用性受到运动员和记者的喜爱。 反观法国的纸板床,因为在东京奥运会上出现过举重运动员睡他被投诉的问题,所以有运动员质疑其质量,纷纷挽起了测评,好在目前还没出现什么问题。 不过他的尺寸,就跟我们高中宿舍床的尺寸差不多,只有90公分宽。 而床垫则有100%可回收材料制作而成,自然提供不了什么舒适性,奥运会一结束就会被回收。 什么经久耐用舒适环保,大概也就只剩环保这唯一一个优点了。 其实吧,咱们对比一下,北京奥运会总花费约430亿美元,以城市改造、基础设施升级和场馆建设著称,被视为史上投入最大的奥运会之一。 比这次巴黎奥运81亿多出5倍,这也可以理解为何巴黎如此拉胯。 随着巴黎奥运会的正式开幕,如今巴黎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奥运的氛围。 放眼望去,塞纳河畔的咖啡馆依旧优雅,香榭丽舍大道上依然人潮涌动。 但细心的你或许会发现,在这熟悉的风景中一抹抹鲜亮的中国红正悄然点缀其中, 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份独特的东方魅力。 这些中国红并非来自传统的灯笼或简纸, 而是来自于一辆辆设计新颖的广告车以及路边广告牌上醒目的汉子。 他们带着浓浓的中国味,骄傲地向世界宣告中国来了,为奥运而来,为梦想而来。 牛奶和造型的广告车通体洁白,点缀着清新的绿色,远远望去,仿佛一块块香甜的牛奶糖, 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感受这份甜蜜。 车身上,用汉字书写的品牌名称和奥运加油标语格外醒目, 即便是在法语的世界里也散发着一种自信的魅力, 中国品牌为中国建而加油。 这句简单而有力的话语,传递着来自祖国的温暖和支持, 也展现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雄心和气魄。 或许,对于大多数法国人来说,这些汉字如同天书一般难以理解, 但相信他们一定能够感受到这份热情和力量, 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,除了广告车, 巴黎街头的广告牌上也出现了不少中国品牌的身影。 一家知名乳制品企业,将巨幅广告牌设置在人流密集的商业区。 画面上,中国运动员自信的笑容与品牌的标识相得一张, 传递出健康,积极的品牌形象。 除了上面的这些中国广告,中国神器也火了。 我们都知道,由于本届巴黎奥运会没有准备空调, 这焦阳似火的天气瞬间就拉高了人类体表的温度。 按照网友们略带调侃的说法, 此刻,蕴含着悠久文化精髓与高超手工技艺的中国良喜, 便化作神秘的东方力量,给酷热的欧洲带来阵阵良意。 不少中国网友感叹道,还得是咱老祖宗, 这智慧到任何时候都得服。 也有网友深感自豪,咱的良喜也走进奥运了,中国制造,牛。 据统计,今年,不加腿毛的冰丝良喜销量迅速增长, 江苏某冰丝良喜生产商加班加点生产赶工。 7月,外贸订单同比上涨达120%, 某中国电商还推出了免费给奥运志愿者送良喜活动。 据介绍,该电商良喜品类在欧洲7月前三周销量环比上个月同期大涨288%, 就这销量,看得小编都想去卖良喜了。 对了,还有河南玉剧演员走上法国街头, 推广中国文化,传统的玉剧服饰和唱腔, 吸引大量外国人驻足围观并合影留念。 更有意思的是,在巴黎街头上, 还有不少外国人唱起了中国歌。 不少网友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, 也是纷纷感叹,中国真的是越来越强大了。 走向世界,我们是认真的, 这句无声的宣言回荡在巴黎的街头巷尾, 也激荡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。 我们再说回, 关于中国品牌在巴黎街头使用中文进行宣传的这件事。 有人认为,既然是在法国, 就应该入乡随俗, 使用法语或者英语进行宣传, 这样才能更好地吸引当地消费者。 也有人认为, 文化自信首先要语言自信。 汉字是中华文明的瑰宝, 我们应该大胆地展示汉字之美, 让世界感受汉字的魅力。 更何况, 这些广告的目标受众, 主要是来观看奥运会的中国人和海外华人, 使用中文更能引起他们的共鸣。 其实, 无论使用哪种语言, 企业进行海外宣传的最终目的, 都是为了提升品牌知名度, 扩大市场份额。 说到这, 就不得不提比亚迪和我国空间站的中文界面了。 比亚迪的车标和中控案件坚持使用中文, 这在国际汽车界可是不多见的。 而空间站的全中文界面, 更是让无数国人感到骄傲。 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, 其实都是中国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。 在国外品牌纷纷入乡随俗的今天, 中国品牌却勇敢地选择了坚守自己的文化特色。 这种勇气和自信, 值得我们每个人点赞。 这场巴黎街头的全中文广告风暴, 看似是一场意外的文化碰撞, 实则是中国品牌和文化自信的一次 集中展现。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, 我们既要学会与世界对话, 也要敢于展现自己的独特魅力, 就像那句老话说的,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。 巴黎奥运会街头全是中国广告的现象并非偶然, 而是中国与世界交流日益频繁的必然结果。 让我们期待, 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继续书写新的篇章, 为世界带来更多的惊喜与可能, 也为中国品牌的崛起和文化自信的增强而骄傲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